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正眼睛大理看世界 近期中國大陸COVID-19的疫情 此起彼落 呈現了快速發展的趨勢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8月6日起 三亞全市 實行臨時性全域政態管理 暫停城市公共交通 如同封城 官方還宣布說進入戰時狀態 當地正值暑假 旅遊的旺季 中共官方說估計 三亞有超過8萬名遊客滯留 我們來看看滯留在三亞的遊客 他們在微博上分享了他們痛苦的逃亡經歷 有一些成功 有一些失敗 有一位網友的經歷很悲趣 他說凌晨1點多就睡不著了 4點多看新聞6點 要靜態管理 把老老少少都叫起來 逃到機場 早上5點多到機場 昨天下午的核酸還未出結果 等到8點 核酸有結果了 進入到後機室 看到一個個的航班被取消 想著能飛走就行了 只有上海這個航班有6張飛 用了7萬多元 最後上了飛機 被趕回 另一位網友說 剛剛辦理了酒店的族住 酒店滯留的旅客 提供了半價族住的優惠政策 一天的價格就是1300元 連續住7天就需要9100元 至於是否能免費入住 還要等待後續的通知 還有網友說 進去出不回來 每天高價住酒店 吃三餐 天天排隊做核酸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走 到時候再高價搭車去機場 高價買回程機票 到底為什麼還要叫人進來呢? 三瓦市官方通報說 8月6日凌晨6時起 三瓦全市實行臨時升全域靜態管理 全市範圍限制人員流動 暫停城市公共交通 恢復時間 另行通知 還有網友感嘆地說 終於跑毒成功 現在居家隔離7天 差點就回不了我美麗的大重慶了 其實就沒什麼好 玩又沒玩夠 再不想感受兩天四檢了 再也不想睡機場了 再也不想去三瓦了 事實上三瓦的疫情已經開始向全國各地蔓延 重慶、廣東、湖南等地都出現了相關的疫情 同時也擴散去到海南省內8個市縣 廣東潮山一個普寧市的網友在微博上說 我們這邊已經有兩個是從海南那邊回來的已經確診 而且七夕當日去了普寧市中心萬泰匯廣場 那裡最少有10萬人聚會 全部都沒戴口罩 現在這兩個人回到潮南 整個鎮都封了 一切的車輛禁止通行 太可怕了 官方說三瓦這輪疫情的病毒是Omicron BA.5.1.3變異著 這是大陸首次檢出BA.5.1.3 8月5日三瓦市官方宣布說 疫情發生之後三瓦轉入了戰時狀態 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出門 不要離開市 8月6日三瓦市新增了80宗本土確診病例 49宗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8月1日至8月6日12時 累計發現了確診的病例就有455宗 無症狀感染者就有103宗 患者分佈在三瓦市 淡州市、東方市、寧水縣、樂東、臨高縣、伍子山市、情賣縣 由於中共一貫隱瞞疫情真相 官方公佈的疫情資料備受質疑 繼海南三瓦封城之後 浙江二瓦市、寧夏中衛市也加入了管控行列 除了浙江二瓦市、寧夏中衛市也發布管控通知 8月6日浙江官方通報 浙江省本輪疫情 獨株是Omicron BA.5.2變異株 它的傳播速度更快 僅僅6天的時間就出現了5代病例 疫情形勢嚴峻 浙江疫情始於8月2日 浙江省衛健委官網和健康浙江通報資料顯示 8月2日浙江省新增本土陽性感染者4宗 3日就新增了50宗 4日就新增了57宗 5日就新增了本土陽性95宗 浙江本輪疫情的重災區是金華二瓦市 最初發現疫情是8月2日 截至到6日下午2點 二瓦市累計本土陽性感染者達到193宗 金華市外的泥水、肖慶珠企等地 移烏擁有被譽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因此移烏的疫情更愛引發關注 號稱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移烏市 5日凌晨官方宣布封城措施 全市公交線路停運3天 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離開移戶 全市密閉場所等暫停營業 將會在全市範圍展開全員核酸檢測 目前三瓦市除了海棠灣區域、阿龍灣區域、育財生態區之外 其它區域都進入了管控狀態 河南雙幽民權縣、全員被駒馬 雙幽永城市封城 每戶每日可以指定一個人外出購買生活物資 開封市蘭巧縣、駐馬店市核下的被揚縣 全部都全域靜態管理 四川成都市、城華區、方城 本輪的三瓦疫情的毒株是COVID-19變種的 Omicron變異株BA.5.1.3 是中國國內首次報導 引力性、傳播性都很強 看來這波疫情來勢洶洶 對每一個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好的消息 馬來西亞拿督鄭博健 在7月30日的最新視頻裡警告大家 他說8月是今年最空的月份 影響著地球的每一個人 黑暗的8月將會打開下半年 人類大挑戰的城門 大家要準備應對今年最大的衝擊 鄭博健表示 縱然現在疫情有回溫的跡象 但是疫情還會再掀起另外一波驚濤蟹浪 更多的人不敵病魔 尤其是在美洲、歐洲、非洲和亞洲東部國家 疫情的能量或者會翻倍 必須要嚴肅對待 他還強調此外大家一定要注意 還有至少兩種新病毒出現 同時攻擊人體的免疫和自律系統 造成更嚴重的併發症 令疫情雪上加上 其實早在2022年初的時候 鄭博健就在預測的視頻裡警告大家 他說請謹記 COVID-19只是預告 後疫情時代還有更多顛覆性的變化 如果不醒覺人類大限將會降臨 皆是萬劫不復 生靈淘汰 另外我們再和大家重申一下 我們和大家分享的預言 也只是提醒人們為即將發生的事做好準備 特別就是現在進入了人類歷史最關鍵的時期 很多預言都已經不再準確了 所以預言這回事 緊供大家參考 縱使未來危機四伏 難以掌握 拿督鄭博健說 只要我們動式善機 秉持善念 用對策略 必然會安然度過 期望大家能立即作出改變 無論是對待人、事、物 一切都要以善為依歸 我相信上天會因而動用 人類可以回歸踏實安穩的生活 那又是 唯有秉持善念和對神的信仰 人類才會得到上天的瑞煉 走過大劫難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 再見 再見 不用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